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车型产品来说 你像BBA那些我觉得是最成功的 什么A4 A5啊 三系啊 西级啊这样 一下子就搞定了 但中国企业以前呢 车型命名都是学他们那套 但逐渐现在找到了自己的一些特色 比如说长城那边什么 阿玛阿高 坦克 大炮等等就很有特色 但是呢最有特色的应该算是比亚迪那边的王朝系列 唐宋秦元翰 而最近有个新闻就是他们把注册的 魏的这个商标割给了长城那边 把格局打在公平上 但是呢比亚迪除了王朝系列之外呢 他们最近还有个新的系列叫海洋系列 其实呢这个是之前的以往 可以说变过来的 那么以往变成海洋系列呢 首先第一个重磅的产品就是海豚了 这个是阿佐之前试驾过的一个产品 那么他除了海洋生物系列之外呢 还会有一个军舰系列啊军舰系列的第一款重磅的车就是我身边这个叫驱逐舰05 作为军舰系列的第一款车驱逐舰05 那为什么叫05呢 可能因为他内部的代号就叫F5吧 那么这一款车我们有几个信息可以带给大家 虽然不能看内饰不能试驾 但是首先他的官方定位上军舰系列是专做比亚迪核心的DM混动技术的 比如说纯EV的或者是纯燃油的 暂时呢是不会出现在军舰系列的 这就是他的定位的区分了 其实外观尺寸什么4米7长那些不用跟大家背 跟大家说一下他的核心竞品 你们就知道他的定位所在了 他呢在市场的竞品呢 官方瞄准的对手是蓝翼plus 而内部其实他还有一个姐妹车型的 同平台同源动力总成各方面都很相似 就是琴PUS 所以大家对他的定位这种A加级的尺寸也是呼之欲出 只不过呢他的还会像比如说南北大众啊 一风广风一样 他跟琴PUS还是会有一些除了动力总成以外的一些细节化的差异 首先外观方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呢 就是他这次用上了比亚迪的这个最新的治标 以前呢是一个椭圆形的如果王朝系列呢还会有什么宋啊之类的 而现在呢在这台车上用上这个新的设计了 同样呢配色方面他也是有一点特色了 不会有什么大红大紫的那种颜色 可能因为是海洋跟军舰的系列吧 这次我们看到的颜色有两个一个就是一个海蓝色 还有一个呢就是枪灰色是比较符合海上军舰那种感觉的 再来呢就是前脸了 其实我们看设计图的时候平面的状态呢 其实看到他有很多的线条 但是来到侦测之后发现他的整个面其实是比较圆滑的 包括这个大灯一路拉过去 这个弧度呢还是比较圆润的 所以他除了这种镀铬四条海洋元素有一点凸起之外 其实整个车看起来呢并不会说起零起脚很机甲那种战斗的状态 然后呢看一下侧面这边整个设计同样是很圆润的 然后轮毂这边呢其实尺寸并不小 是一个17寸的轮毂 17寸的轮毂在家用车里面呢也不算特别小 现在更入门的可能会用到16寸 但可能因为整个车的尺寸摆在这里还是蛮大 所以这个17寸的轮毂放在这里呢还是有点嫌小的 不知道后续会不会有18寸或者是更大的版本 但是如果这台车主打的是DMI是省油的话呢 反而17寸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官方还有一个细节告诉我们 就是他跟琴PUS那边最大的设计不同 是他呢会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C柱往下的这个腰线呢 其实屁股拉伸的这个状态是比琴PUS那边要稍微短一点的 他这个更趋向一种溜背轿跑的那种状态啊 所以整个车配合这个溜背 然后前面那种圆润线条 那种圆鼓鼓的状态 像波浪那种感觉是更加可以出到来的 那么还有几点呢 就是首先他整个尾箱盖这里的设计是比较平滑 比较简约的 除了这个贯穿式的尾灯之外 其实没有过多的要素 不会像前脸一样有很多的线条 那么尾巴这里最明显的就是他这里的字符是非常的多 比亚迪英文的全称啊 比亚迪的中文名啊 DMI的动力总称啊 还有这个中文的全称驱逐渐05 如果把这些都扣掉的话 其实这个屁股还是蛮干净的 那他影响他干净的另外一个要素 就是他把牌照框移到了下面这里 那倒车影像这些都是在下面 所以这一块如果全扣掉的话 真的像个小黑板一样 也难怪他会在这里画几个字在这里 那么虽然不能看尾箱的状态 但是我刚刚偷瞄了一下整个底盘 整个后悬架 包括电池布局各方面 跟琴Pass那边都是非常的像 也是一个非独立式的悬挂 所以整个来说 这台车的整个设计元素真的像海洋一样 尤其是这个海蓝色 不过它并没有那么多起棱起脚的状态 并不是那种大风大浪的感觉 其实来之前我还特意做了一下功课 看看到底F5是个什么来头 其实从申报图 包括规格参数等等 刚刚说了也是一个琴Pass的姐妹车 我们对它的产品力 包括后续的价格各方面 也是有一定空间的想象 并不会说无限的遐想力 对于成本各方面都是摆在那里的 那么可以值得跟大家说的一点是 它因为是没有纯燃油的版本 直接是DMI起步 所以官方说它的定价 肯定会起步价会稍高一点 12、3万起步 甚至顶配去到15、6万 这一点大家别被它吓着了 这是一个架构或者是成本的原因导致了 因为那边的DMI也是不便宜的 至于说它官方的这个架构定位 其实我们补充回该头说的 以往以前还是卖什么所谓的网约车 那种减配的不得了的 很廉价很老的那些老平台的车 特供网约车的 但现在是不会出现在海洋系列的 即便你在路上看到有 可能也是一些专攻的渠道 反正对消费者来说 它是跟王朝系列至少是平行的一个状态 都是面向消费者 只不过王朝系列 由于品牌包括命名方式 他们觉得历史的那种厚重感会强一点 可能没那么年轻 所以海洋这边要做的就是年轻化 以后会有更多的 比如说线上的渠道 线上下单 可以全流程的像新势力一样 看你的车的提车 交付各方面的流程 也会有一些商超店的引入 要做的就是年轻化了 至于品牌里面的产品 刚刚说了 E 网那边或是海洋系列的海洋生物 海豚 它主要做的是 EV 卡 就是最新的 E 的 3.0 的那个平台 那后续这个平台有很多的延展性 有很多能力的强大的产品 也会陆续的导入 而军舰这边呢 主打的就是 DM 的动力总成了 所以呢 它不会有燃油的 也不会说做一些有改电的 做一个纯 EV 的出来 但是呢 这个 DM 目前只是暂时 做了一个 A 加级的轿车出来 它后续呢 一样会有更多的 SUV 的定位 也有 MPV 的产品 各种这个件那个件 一定是军舰命名系列的 都会出现在这个行列里面了 售价呢 也是可能从几万 甚至到 30 万不等 所以呢 后续它的这个产品的规划 我们是值得期待的 至少说它这个内部 划分出来的竞争的这种定位呢 是比普通合资厂什么 南北大众伊丰广丰的会划分的 更加清晰一点的 那么这条片子呢 我们的解锁的日期呢 也是会在广州车展的期间 如果对这台车有兴趣的网友呢 也可以去车展的比亚迪展台 一睹芳荣看看这台车 是不是你的菜